难以想象,我上次在北京坐地铁居然是9年前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今天起来的比较早 还是说北京地铁这9年来发生很大的变化 现在这早高峰居然没有发生人计人的现象 就好欣慰啊 给你讲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我身为一个北京人,居然从来没有来到过故宫 其实故宫离我家很近,故宫就在天安门的后面 而且你看天安门前面长安街上 人来人往,车辆穿流不息 但是天安门的后面非常非常安静 马路上没有什么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车辆 就感觉好像是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过去一样 而且你看这一砖一瓦,红色的墙,灰色的墙 都充满了浓浓的历史感 我就这样走在大街上,感觉好像是穿越到了清朝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去租一身皇上的衣服 绝对毫无违和感 而且我很好奇哦 就是故宫旁边这些胡同里 这些老百姓,他们祖辈是干什么的 居然可以生活在皇城之脚下 因为我还没有吃早饭嘛 所以就到故宫旁这个早餐铺,点了一剔小笼包,一碗豆浆 说实话,超级难吃 真的,不要来吃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它开在故宫旁边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吃他们家的东西 太难吃了 就在故宫东华门旁边,你千万不要来吃哦 超级的坑人 你看这个墙非常有意思 它有好多凹进去的地方,你发现了吗 你说这是不是古代的时候 那些想刺杀皇上的人飞檐走壁时候留下来的痕迹 我觉得我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 但是我跟你讲,我相信绝对有人会庆功 他们绝对可以飞檐走壁 哦,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哦 就感觉超有历史感 我现在要去武门 这里就很有故宫的感觉了 你看这一队一队人,都是全国各地来参观的游客 现在故宫实行网上购票 所以如果你要来的话,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哦 我下一期带你逛故宫 记得点赞关注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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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